另外是台式新系 你那边怎样我这边OK 是以2016年震惊全台湾的ATM跨海盗领案 作为故事背景 而案发的银行业者 也特别提供场地协助拍摄 立体文创产业 尤其是拍片的资金来源取得相当的不容易 因此也结合了信保基金保证 扶持影视产业 希望能够为文化创意产业 开拓出更多的可能性 拿起手机对准ATM拍摄 没想到明明没人领钱 机器却自动赌超 台式新系你那边怎样我这边OK 是以2016年震惊全台的ATM跨海盗领案 作为故事背景 但想要重现金融犯罪找到银行取景 居主团队却是屡屡碰壁 反倒是发声盗领案的银行 一口答应提供场地 自从ATM事件发生 还聘请了外部的专业人员来 担任我们的高阶指导 改善并提升我们的防护能力 让我们杜绝我们的执行安全事件 不要再发生 而且提供给我们金融同学作为参考 在ATM盗领事件之后 银行在短中长期全面做好防护措施 加上长期以来都十分力挺文创产业 除了提供拍摄场地之外 也因为知道拍片资金取得不易 从最早的海角七号 我的少女时代 蒙家等知名电影 也都参与信托融资跟投资 帮助剧组克服资金问题 在2004年间 我们第一浪也开始创办 电影辅导金信托英误 开办以来 我们市占率高达八成以上 我们金融也达到 大概信贷比15亿以上 希望能替文化创意产业 开拓出更多可能性 在国际间掀起台流 谢谢台北众好报道